看完了春节联欢晚会直播 咱们拆开这台75寸华为电视 看看处理器长什么样子 型号HD75 去年8月末花了4000多块 机身下方右侧各种接口 手间开掉脚架 这个应该是铝的 拧下背部下壳所有螺丝 现在可以看到它的逻辑板 电源板 下面是左侧音箱 上面看着是两个扬声器 口味看看 单支音箱里面两支扬声器 并联模式 上面这一支扬声器后面是封闭的 所以它是高音 这一支呢有橡胶折环 应该是全频的 电源输入 电源输出 给逻辑板 还有两路输出 给背光照明 整机开关电源板 华为输入200-240伏 输出一路12伏 输出二路21伏3.5安 输出三路113伏 至165伏0.58安 第三路是给背光平能供电的 供电输入 保险安规整流电路 直流450伏电容 整流桥 降压管上面呢 都有铝30片 背部有三方漆 继续往右 显示驱动板 连接着它的逻辑电路板 下面有蓝牙WiFi天线窥线 音箱插座 连接两枚音箱 开机键 原厂麦克风排线 连接到底部开机小板 蓝牙WiFi天线 显示输出 逻辑板的供电线 最后顶部排线 连接电视顶部摄像头接口 这款电视的摄像头呢 要好几百 我没舍得摆 逻辑控制板 左侧 外部接口 一块CPU散热片 红弧818 双架构4核CPU和4核GPU 4核运行内存 但是电视系统呢 显示是3G运行内存 它们4个如何分配的呢 还有一颗机身存储内存 容量为16GB 蓝牙WiFi集成模块 然后是音频公放模块 4路输出 4颗电感 这里呢还可以安装一颗供放 以及输出电感的焊盘 中间开关机 上面除了开机按键呢 还有6支硅脉麦麦克风 这个金色的 支持原厂语音 然后显示驱动板 右侧 电源模块 滑星光电 负责显示驱动供电 依旧是两颗滑星光电的芯片 负责显示驱动 这一部分 负责屏幕右面显示 这一部分呢 负责屏幕左面显示 现在可以看到 电视机的整个背板呢 全是金属的 最后电视底部 是液晶驱动部分 连接正面显示屏液晶 主要结构看完 我家除了冰箱呢 已经没有带保修的产品了 好